宝贝 你今晚吃什麼 我吃你 誰說追劇只能看帥哥美女談戀愛 必有台劇同樣養眼又讓人少女心噴發 超閃CP不僅扶女們開心到起飛 習近程度連直男之女們 都感覺自己要被掰彎啦 今天網路溫度計透過 KEEPLE大數據關鍵引擎 帶你一起來看看討論度超夯的 十大GIC BL台劇排行榜吧 行警與黑道的故事 在各種電影電視劇中 可說是屢見不鮮了 但如果是正義行警愛上黑道少主 這種充滿衝突和競技感的劇情 還是會讓人心癢癢想手刀收看 身為正義化身的刑警孟少飛 為了解開四年前的懸案 盯上事件中唯一倖存的行天孟少主唐毅 隨著劇情推進相愛相殺的兩人 感情逐漸升溫 在酒吧中唐毅的釣魚好戲 一個騷氣延伸更是讓少飛成功吃醋上溝 陷入名為愛情的圈套裡啦 記住你再去圈 怎麼開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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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人在一起後 放閃進度更是拉好拉滿 各種激情飆車畫面 讓網友們看得臉紅心跳 直呼趕快結婚去吧 寶貝 今晚吃什麼 我吃你 唐飛CP除了在劇中發糖之外 兩人戲外的親密舉動 甚至還獲得公費約會出遊香港 種種情侶般的互動 也同樣閃瞎粉絲們的眼睛 你完蛋了你 哎呦 你 你 你 哎呦 哎呦 除了唐飛CP之外 至終的立刻CP 也同樣讓粉絲喜愛 人出無害的柴犬系警察趙立安 以及唐翼左右手兼貼身保鏢的Jack 身份地位截然不同的兩人認識後 立安的單純善良 逐漸打動看盡人間黑暗的Jack 你奶奶還會算命啊 對啊 而且算很準喔 那 他有幫你算過嗎 當然有 他說 我以後會找到一個讓我衣食無趣的對象 好好照顧我 想抓住戀人的心 當然要先抓住對方的胃啦 本身就是大吃貨的立安 深深地被Jack的好處一吸引 小小的艾苗也逐漸萌芽 你給什麼都不信 但是只有這兩句話 你必須相信 我喜歡你 還有 我是為你留下來的 在聽到Jack的深情告白後 讓螢幕前的粉絲紛紛被閃報 恨不得也能擁有這種美好的戀情啊 我餓了 還不可以吃 他會伸舌頭 系內戲外都甜蜜蜜的兩人 不僅與唐飛CP一樣 得到公費旅遊的機會 在小賴的舞蹈教室中 一起練習抖音舞蹈的可愛表現 更是讓粉絲們忍不住搖起小帕子高喊 拜託原地結婚吧 3 2 1 大小席 對 我的大小 wrote Maine 如果觀眾覺得這個不OK 並沒有過關的話 就脫一件衣服 不要真的 除了沒有X喔 四人在節目上展現的好感情 同樣引人注目 不僅認真玩遊戲時 全身貫注的模樣讓人喜愛 大方按照主持人要求送福利 更是讓螢幕前的婦女們 都心臟暴擊啦 幫我們下個快樂 2 5 1 2 3 太快了 周初音 我喜歡你 從青春校園轉變為職場糾葛 有追第一名的你 一定對當時劇中留下的伏筆感到期待吧 5年後兩人終於在職場上相遇 總是萬年老二的周舒逸 早已不是當年的小白兔 開頭就給高士德來個下馬威 雖然第二季的劇情圍繞在周舒逸 對高士德的誤會與仇恨 不過事情的真相也在第二集的沙發激情吻戲後 逐漸浮出水面 兩人之間滿滿的性裝力引發爆量討論 補脫衣服就能達到開船的火熱氛圍 也被許多BL粉絲推崇為神場面 欸 眼間的網友們也發現 高士德在文系中疑似伸出舌頭 真是讓人腦中小劇場大開啊 兩人解開心結合好後 當然少不了各種花式放閃 其中最賺人熱淚的 莫過於這對得意CP 回到充滿回憶的校園 彼此相知相惜 劇中穿插的泳池深情親吻 悶聲呼喊等意境場面 也感動了一大票為他們應援的粉絲 劇中總是激情演出的兩人 劇外的互動也是相當甜蜜 從一起吃播到各種小遊戲互動 滿滿的老公老婆感 也讓他們成為粉絲最愛的CP之一 獎勵一下 以超高聲量佔據網路溫度計 BL榜單第一名的 就是History系列第四季的 近距離愛上你啦 劇中肖立成為了追求心儀的女同事 滿足對方的扶女視角 拉著好哥們藤目人一起脈伏 你怎麼 我 我 可以當你 我在幹嘛 我怎麼會夢到這個啊 隨著劇情推移 歷程逐漸發現自己真的被掰彎 愛上了好兄弟牧仁 第十一集的直愁告白 更是讓粉絲們看得臉紅心跳 我要跟你說的是 我愛你 經過一番波折 牧仁也決定正是心中的真實想法 酒後與歷程互相坦承後 伴隨著甜到不行的聲吻 成人CP也正式組成啦 想大聲說出對你的那句情話 輕輕的吻一下 你溫然遇到 除了成人CP外 夜信思與傅永傑 這對季兄弟的感情線 無視他人 只對哥哥溫柔的腹黑弟弟 與一向暖男 心中也有著境遇秘密的哥哥 同樣也讓粉絲心潮澎湃 熱血沸騰呢 尤其是第六集 弟弟打定主意 要哥哥成為自己的人 酒後意亂情迷的激情長戲 也讓螢幕前的觀眾羞紅雙甲 卻又忍不住 從指縫中打飽眼福啦 幾經波折後 信思下定決心 接受永傑的告白 永信CP的戀情 也終於油虐轉天 之後哥哥轉手圍攻 調教弟弟的場面 更是讓粉絲們狂熱的鼻血 再也止不住啦 個場開來 filmed 3 并頂休暖 2 2 1 4 2 2 失控慘叫 讓粉絲們笑到無法自拔 感情如此好的兩對CP 也讓人相當期待 他們未來在演藝圈的發展 還沒看過近距離愛上你的朋友們 還不趕緊追劇追起來 一起感受久違的小鹿亂撞吧 看完這麼多熱門BL台劇介紹 有沒有覺得臉頰熱熱 耳朵紅紅 好想談場戀愛呢 每年六月都是一年一度的同志驕傲月 讓我們除了看好劇之外 也要持續關心同志議題唷 想知道更多BL好劇 請上網路溫度計 網站查詢 10大BL台劇榜單 還有什麼想看的主題影片 也趕快在留言區敲碗告訴我們吧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今天點的是花樣閨蜜 這上集的人氣中指啦啦隊盤防禮 繼續跟網友熱烈討論我們都看到啦